香港政治環境急速惡化 支聯會7月底解散所有職員 澳門立法會選舉在職 全民主派議員全部被DQ 恨共團體最激投訴 香港電台長壽節目 中國點點點下星期停播 立陶宛或會為香港人提供簡化移民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黃蓉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下面是詳細的內容 香港支聯會在港版國安法下備受打壓 7月10日支聯會宣布將會遣散所有職員 並由14名常委人數減至7人 留任的包括服刑中的李卓人、何俊仁 和被扣押的鄒幸彤 支聯會強調 現階段不會修改綱領 但是無論面對任何困難和挑戰 仍然會繼續咬緊牙關 一步一腳印敢走下去 支聯會連續兩年申請維園六四集會 都被港府以疫情為理由禁止 今年6月 中共駐港中聯辦主任諾惠寧 曾公開不點名指責 叫囂結出一黨專政的人 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暗示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口號 自從今年4月起 支聯會爆發退會朝 不同的會員或團體先後退出 常委會有多人 因參與去年6月4日 維園集會而被控 非法線或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周恆彤、趙恩來、麥海華和梁錦威 支聯會7月10日宣布 由於過去一年香港政治環境急速惡化 作為香港民間社會一部分 支聯會近月 尤其受到越來越激烈和明顯的政治打壓 經常務委員會多番商議後 決定作為預防措施 將會減少常委人數 並在7月底 以比勞工標準法例更好的條件 全面顯散所有職員 現屆支聯會常委 已經由歷屆20名減至14名 其中7人將會辭任常委職務 包括蔡耀昌、麥海華、盧偉明、王志強、麟志偉、梁國華和趙恩來 仍留任的7名常委 包括正在服刑和被扣押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和副主席何俊仁與周恆彤 秘書蔡耀昌表示 雖然支聯會內部一直有討論前景 但因應目前局勢 需要不時作出調整 重新支聯會將會繼續存在和運作 他說 遣散所有職員之後 支聯會運作上有一定的困難 但仍然有常委和義工可以協辦活動 包括舉辦悼念活動 例如下星期二的劉曉波離世四周年 成立於1989年5月的支聯會 傳名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多年來支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期盼大陸早日實現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 他的五大工作綱領是 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 和堅設民主中國 鄰近香港的澳門 即將在9月12日進行第七屆立法會大選 7月9日 澳門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 有6組總共21名立法會候選人 因不擁護澳門基本法 以及不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 被取消參選資格 其中民主派3組全部被DQ 包括民主槍澳門 新澳門進步協會 和學舍前進 繼香港通過愛國者治港選舉新法 迫使議員宣誓效忠 並藉此DQ大批不符合宣誓資格的區議員之後 澳門近日 也爆出民主派候選人被DQ的消息 澳門政府網上公布 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 在9日下午的記者會表示 選管會依法審查19份直選 和5份間接選舉的候選名單 發現有一組的2名候選人 並非是選民 以及6組總共21人 因不擁護基本法 或不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 有23名人士沒有被選資格 選管會主席唐曉峰說 選舉法有關擁護基本法 或效忠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規定 除了參選人士需要簽署 以及提交相關的聲明之外 還需要依據選舉法的規定 審查相關人士 是否有不擁護 或不效忠的言行 澳門媒體論進 在社交網站表示 其中3組是民主派 包括民主槍澳門 新澳門進步協會 和學社前進 全部都被DQ 3隊各派出5人參選 澳門立法會總共有33個議席 直選14席 間接選舉12席 委任7席 今屆選舉19組的直選組別 總共有159名候選人 將會各續14個議席 香港電台開播至少10年的長壽節目 《中國點點點》即將被停播 7月12日 香港電台證實 節目《中國點點點》 將會在這月23日停播 同時段改為播放奧運特備節目 《奧運第一台》 消息指 節目主持人的時事評論員 劉睿兆 王君渝等 也在上星期收到相關停播通知 香港電台長壽節目《中國點點點》 每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點至4點30分 在港台第一台直播 亦認識中國多一點為主題 主持人包括張鳳萍、王女、李文 以及人稱夫子的時事評論員 劉睿兆 港區人大代表王君渝 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 學系港師 關仲賢等人 節目內容還包括 《基本法》推廣督道委員會委員 李浩然主持的 《最緊要釋法》 《中國討論區》 《閱讀中國》 《點點評論》 《百年之局》等 據悉 《中國點點點》節目 近年來多次被建制派 和親共團體追擊如及投訴 指節目損害國家形象 和違反《國安法》 近年3月 親共集團 親自到港台示威 通以港台 聘用《大紀元》發表評論的 劉睿兆作為節目主持人 有煽動危害國家安全之嫌 近年5月 團體誘導政府總部 投訴節目 挑撥中港關係 並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 指節目涉言煽動仇恨兼播動 自從香港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後 港台先後多個節目都被停播 早前解僱資深節目主持人曾志浩 面同《風騷快活人》 另一名主持桂花田 節目《自由風》《自由風》主持人歐嘉倫 也被通知不再擔任節目主持 今年5月新加入主持的港區人大代表 王君宇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 未來港台會加強有關國家 國情意識的節目 據《文匯報》消息指 港台將會開設國劇專區 在每晚8時半的黃金時段 推出國劇830 首播劇號首就位 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部宣傳局出品 除此之外 也會推出其他中國大陸製作的紀錄片 香港政局急劇惡化 掀起逃亡潮 一些國家為香港人 提供特殊的移民途徑 近日 位於歐洲東北部的立陶縣共和國表示 可能會為香港居民 提供簡化的移民程序 據《立場新聞》報導 去年被拒絕進入香港的美國戰地記者 Michael Yeong 7月8日在Twitter指出 《立陶縣外交部副部長》 Mantisa Domenech 在他的辦公室向他表示 《立陶縣將會加速處理 希望移民該國的香港人申請》 7月10日 《立陶縣官方回覆立場查詢》 聲稱不排除在不久的將來 會根據現有的規則和個案 為香港人提供簡化的移民程序 Michael Yeong還在Twitter提到 香港人可以去任何一個立陶縣大使館 立陶縣會提供幫助 如果香港人沒有護照 他們會提供旅行證件方面的幫助 但是立陶縣官員就沒有回覆這個消息 Michael Yeong接受立場採訪時說 立陶縣外交部副部長 確實向他表示 終會為香港人提供快速的處理途徑 他希望立陶縣能夠接收更多香港人 也希望自己的國家美國 能夠接納10萬名香港人 Michael Yeong曾到香港 報導反修例示威活動 2020年1月 他在推特上說 自己從泰國飛到香港 但是在沒有解釋的情況下 被香港入境處拒絕入境 之後再被遣返泰國 以上就是今天的香港簡訊 歡迎訂閱轉發 多謝你的支持 再見